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月17日 星期六的鳄鱼潭 這陣子就算你時運多高也好 你走出街 撞口撞臉 你都沒有辦法避免所謂的 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文宣 無論是阿公阿婆搞街站的簽名 業主立案發團旁邊的海報 走出街的圍欄裡的Banner 交通工具裡的車身廣告 大廈裡的危雄綱管 那些殘暗的標誌 乘過海車經過海底隧道 見到宣傳的口號 讓人讓你都沒有辦法避免他們 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 老鵝當然不夠反對他們搞這些事情 但是最令老鵝氣憤的一件事就是 你老鵝臭大力 你打飛機還打飛機 老鵝你老鵝你自己自開又自開 你沒有人用我們的錢 老鵝你老鵝你老鵝你 你中共撥錢下來 拿了我們香港人的血案錢 幫你打飛機 你是不是瘋了 神經病 你跌個零頭下來 老鵝你老鵝或者用十分之一 去宣傳一下 你老鵝你老鵝叫香港人打疫苗 小心點 年紀大就不要打國產疫苗 或者你被人中出了 大肚子就不要打疫苗 高血壓 有血糖 三脂金油膏 全都叫你老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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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然後就打了疫苗之後 出發了事 重則 云歸天國 horas 然後就滑溝了胎 流淡了產 輕質的臉痰溝了 爆血管 中風頭暈生氣 發燒 手痛腳痛 麻痺 頭暈之類的東西 這些都是人民裏面要 suffer的 沒有命 不舒服 各方面的東西完全不夠理 搞這些假大胸大龍鳳打飛機的東西 談全港人力物力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多亂討厭 民生不顧 打飛機就先走 香港見面到這樣的地方 真是火都來咎 火都來咎當然就是老奧生活了過半百 從頭到尾都不覺得香港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如果香港是這麼多個危險 過往就是中國裡面有什麼天災 人和 打仗 戰亂 內戰 三反 四反 文化 大革命 搞到死人倒樓 人鬥 人批鬥 五花大綁 扔下海 就是我們走上去 不是你們走下來 香港一直以來都非常安全 又移居 有自由的空氣 人民就受到高等的教育 一直以來都不覺得香港有什麼不安全 現在你花這麼多錢 告訴我們 原來這個不安全 還要是影響到中國也不夠安全 我真是扔下海 民所未民見所未見 大開眼界 既然你這樣說 我當然要了解一下 究竟有多少安全 多少安全 當然並不是我們扔下海 主要是香港 又或者是扔下海 又或者是中國 不能安全的 只不過是扔下海 中國裡面的執政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自已覺得執政得好 不140 又可以把這個國家安全 騎劫了變為中共的安全 總之現在中共覺得自己不夠安全 就要全部人都接受洗腦的教育 要跟他們一鼻子出氣 統一思想 歸根究底 只要中共安全 當然只有一黨專政 他玩了 不能容忍任何異議聲音 唯我獨尊千秋萬代 他就很安全 那樣的情況大家都知道 自從港區國安法在2020年7月推出之後 我們有一百個以上無辜的香港人 被人屈咎了 涉嫌顛覆政權 勾結外國勢力 煽動人 討厭政府 無法放進去 都是屌你老母影響到中共安全 當然有幾十人 現在已經被審判的街中下了擦櫥 當然 為何會弄到這樣 中共當然不會明白 也不會屌你老母 覺得是它的責任 過往97年之後 一直以來的 港共政府 又或者是中共一些 監人乃侯的惡法 加了我們香港人身上 威脅了我們已經享有的一些自由 或者對民主 自由裡面的訴求 我們的政治的訴求 完全沒有聲音直達北京 我們的屌你老母 反對這個送中條例的修訂 說我們的屌你老母侵害我們的民主自由 和我們的人權 又沒有救人聽 引發了大連串的這些上街的活動 原來跟著你 就覺得屌你老母 令到有人想顛覆你的國家 顛覆你的政權 然後出動大規模的這些打壓 搞到自己搞爛了香港 屌你老母不想聽我們 不想回應我們對自由民主的聲音訴求之後 令到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權 然後跌到史無前例 這麼欲溝酸 外國的人民眾去聲討 你們這些想法 你老母就說我們勾結外國勢力 現在又要我們去受 當然搞這一場 國家安全教育日 昨天前兩天 駱惠寧率正一眾的香港高官 搞這個揭幕禮 說得道明 外國人 只要你老母 如果你打算搞搞我們的中國 你就吃不了兜著酒 哪個搞我 我們都一定會覆卓 一定會教訓你們 這些想法外國勢力 當然這些環球時報 也是在列出一些案例 又是他境內裡有些年輕人 你老母看了香港的新聞 在這些社交媒體裡面 發放一些反中亂港 支持反送中運動 這些吊你老母的文宣 當然是在危害他的政權 提出吊你老母的改革 提出中共要聽我們的聲音 就視作為要推翻中共的 吊你老母的這些 吊你老母 發瘋狂 妄想症 這些 的石膏 好了 還有些人說 吊你老母幫這些外國媒體 揭露中國裡面有什麼不濟的地方 做得不妥的地方 又是把這個中國政權抹黑 人家說一下 你有什麼做得不妥的地方 就叫吊你老母 顛覆政權 抹黑這個國家 那你真是說了 又有人說吊你老母 去拍一些相片 關於一些中國軍事的照片 交給外國勢力 吊你老母 收了這個錢 吊你老母 你還不是做這個間諜 我真的很想說 現在有什麼來不開美國的衛星 吊你老母 要你叫你自己去拍照 這麼暗狠狗 這一個個衛星 google map 什麼都吊你老母 都吊你老母 沒有這麼玩 所有一連串的事情 都是莫須有 砌故事 砌山豬肉 山安伯做這些案例 大家都會明白了 中共一貫的伎倆 就吊你老母 不會讓人 吊肯說他們自己的 吊你老母 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不會被人批評 而自己做得差勁的地方 一定是歸咎到 吊你老母 誰提出反對聲音 就是你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你吊你老母 被外國人收買 吊你老母 你一定是想亡我之心不死 其實問題最緊要關鍵的地方 就是別人對我國家的熱愛 對我國家的熱誠 希望國家進步 希望國家好 當然要提出一些問題 提出一些吊你老母 不好的地方 提出一些吊你老母 做得欺的地方 哪個執政做得欺的 吊夠你就緊的 吊你老母不用交稅嗎 你收了人民的稅 吊你做得欺被人吊 就吊你老母 盡線就分裂了 吊你老母 變成是吊你勾結外國勢力 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總之有得你砌就砌下去 搞到吊你老母 沒有人再膽 就提出一些吊你老母 批評政府 或者提出一些改革的聲音 變成他們的吊你老母 唯我獨尊 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的吊你老母 直到永遠的局勢出去 當然 現在台灣陸委會 有一篇文章也說到 這件事好想明顯是 這個吊你老母 洗腦的教育的一件事 現在以往的 要披露一些 反間諜的案例 案件不同 而今次他提出的 這些所謂的政治安全為主 涉案的人員 或者是向一些 香港的境外勢力 反華勢力 顛覆國家的政權 全臨部 這些所謂的 這些 反中亂港的活動 其實都是吊你老母 矛頭是希望中共有些改革 或者是反對他們做得不好的 這些地方 這些聲音 將它變了 就是吊你老母 無關有什麼 嚴峻的事 而只不過是顛覆到 或者危害到 政權一些指控 變了一個 危害到 國家的安全 當然是 這個莫須有 和這個 吊你老母 砌山豬肉 的慣忌 這個伎倆 在香港 當然我們見到 很多不同的活動 而這個吊你老母 PK等 當然是和他的主人 一鼻子 出氣 當然他的說法 就是吊你老母 有一些 全家產媒體 有系統地 不道德 用恐嚇的方式 吊你老母 由這個抹黑 誤導 炒作 不盡不實 分化人心 挑起對這個社會 國家的這些仇恨 那麽頭當然是指這個 吊你老母 蘋果日報的黎智英 同時之間 吊你老兵 我們見到 他在這些警隊的 學校的開放日 裡面 模擬一個地鐵場景的地方 裡面的小學生 竟然就拿著這些 吊你老母 的膠製 的塑膠製 的衝鋒槍 吊你老母 射咎小朋友 射咎小同學 當然好多人 直接聯想回到 這個831的事件裡面 嘩 你有沒有搞錯 給點槍小朋友去玩 在這方面裡面 當然我覺得 警察就真的做得好 不能對 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直接連繫到 831 這件事 就吊你老母 你無法否認 831這件事 你還欠我們香港人的 一個說法 一個解釋 吊你老母 熱切的期待 但是小朋友 握著槍 在一個鐵車廂裡射夠人 有這個 831的影子 給人感覺到 你們這些傻子 是不是教導這些小朋友 好像你們這些 混蛋 黑警 拿槍去射平民百姓呢 是不是在宣傳這些 吊你老母的權威主義呢 是不是在宣傳 吊你老母的小朋友 不用擔心 槍看子出霸權 駕駛著滑炮 我告訴你有沒有想到 你吊你老母 總之你有槍就惡勾了 可以噴人 可以鎮壓人民 吊你老兵 再帶小朋友 就在水炮車裡面 就要看看水炮車的威力有多大 完全不能以得服人 完全是吊你老母 宣傳這些權威文化 權威主義 槍看子裡面有槍 吊你老母 誰帶誰惡 誰正確 大家看得到這樣的情況 心頭都吊你老母 量了一折 但我們的PK等很厲害 他說吊你老母 見到這些天真爛漫的小朋友 玩得這麼開心 和我們的警務人員這麼親近 你就吊你老母 抹黑他們 說他們吊你老母 不安好心 這樣的方法 就是吊你老母 是一定要吊你老母 追究到尾 誰散播這些不實的消息 他們一定要將你們捉茶規項 一定是用這個方法去靠客 吊你老母 嚇咎你們的情況 香港現在已經是吊你老母 見到一個情況 當然我們不是很擔心 他們這些打飛機 大龍鳳 什麼的再教育 用他們大陸那一套的方式 文宣 教育的工具 吊你老母 希望我們買他們那一套 走開 香港人的智商 吊你我們的見識 加上我們對這個 外面的流通的資訊 這些掌握 基本上你們這一套 當然是吊不吊到我們的笨賊 你有你打飛機 我有我的忙碌 吊你老母 你有你宣傳 我有我吃我的魚蛋粉 吊你老母 你有說你們有多少權威 吊你老母 我就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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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見到 現在這些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入世未深 讓他們來這一套 吊你老母 這樣搞法 不為之 令我們香港的家長 想一想 立即就要BNO移民 快點走 不要想吊你老母 去到一個地步 搞彎我們的小朋友 這個思緒 搞彎他們 吊你老母 對正義 正確的認知 可以見得到 接下來香港的時間 中共或者港共政府 已經是不想論識 吊你老母 用他們的方式 去教導我們香港的市民 或者小朋友 用他們的語言去說 比如一些敏感的題材 包括國共內戰 吊你老母 六四事件 鴉片戰爭 吊你老母 香港回歸 反送中運動 一定以他們的方式 吊你老母 將真正的歷史 全部吊你老母 抹勾走 去改寫 這樣的情況 對我們的下一代 並不肯是一邊的好事 因為歷史 吊你老母 他們確信 傳改歷史 改寫歷史 可以把這個事實扭曲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君子是否不立危場 應該要想一想 不要在這個地方生存 不要再吊你老母 被他搞搞震 不要再幫襯 為了下一代的福祉著想 離開吊你老母 顛倒是非 倒行逆施 亂撒龍 指鹿為馬的傷心地 所以很多的父母 以下一代的吊你老母的福祉 他們心志健全 對中間良善的判辯 吊你老母 希望他們可以維持良心 而另居他方去居住 我老是不會覺得他們是一個逃兵 畢竟子女是我們寶貴的吊你老母的資產 被這些傭人搞壞 但是我們都不想 香港過了十幾二十年後 出現了一代又一代的 這些暗糕小粉紅 那就真是獻世了 最令人獻世的當然就是 有這個陷家產董建華 吊你老母 老兒不死 騰騰陣 還要扶出來獻世 真的覺得吊你老母 不要亂交給別人的感覺 你自己個不亂安全 出現了這個國家的安全日 教育日的開幕儀式 一個不小心你job dead 死亂了 破壞了 吊你老母 國家對香港再教育的這番苦心 吊你老母 那真是肉糕孫 那你又怎樣對得住國家住呢 這些吊你老母 用中國共產黨文宣 用他們的教育工具 吊你老母 搞糕我們香港小朋友的東西 陸續就會有離 大家避都避不想到 所以各位的家長 在家裡 真的要每天查清楚 小朋友帶回家裡的功課會是怎樣 看看他們學生 在學校裡學些什麼 真真正正的 現在我們真的要 emphasize 叫做家教 來抗衡這些 暖冷曬農 烏枝丹刀 烏理丹刀 這些教育工具 M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衍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也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HKTV 啦